感谢我们安阳大学院学院学院学生的祷告非常地美好 我们看下今天分享的经文 《列王记》上18章30节到40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其 伊利亚对众敏说 你们到这里来 众敏就到他 他便重修以及鬼坏 我要谈 伊利亚照雅各子孙姿态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列王的话》曾领导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尔斯利 用这些石头 被列王的名住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沟 可容不重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盛满了水 倒在宽祭和柴上 又说到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到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盘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板祭的时候 先知伊利亚进前来说 以色列的神 耶华呀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徒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华呀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明知道 你耶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明的心回转 于是 耶华降下火来 烧尽翻尽 木柴石头 沉足 又烧干宫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伏伏在地 说 耶华是神 耶华是神 伊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大猎的先知 不容易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伊利亚带他们到 基睿河边 在大猎杀了他们 阿们 好 我们对后面听问过好 耶华是神 耶华是神 耶华是全能的神 耶华是神 阿们 阿们 好 那么现在 有请我们的张自立传道师 对我们进行讲道 要找下来欢迎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见证 开始说之前还不得不提到说已经回到中国去的我们当初的弟兄上学圈 其实一直以来因为这个孩子一直是和我一起 然后从这里来就是说来到教会我们结束以后 他都会和我一起回到学校那边会一路同行 然后为我拿一些东西 然后每一次都会跟他去分享 分享很多关于圣经 关于神的话语 关于基督徒的生命 因为真的很期待说能够因着这样的分享 因着这样的同行 因着这样的他到教会里来和大家一起见面 然后来听道的时候能够认识上帝 但是其实这个孩子他一直以来里面都有很多的刚硬 刚硬到说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要相信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要去短宣 去短宣之前 他报名参加了一个 好像是关于宣教韩国的一个活动 然后当时很为他感到高兴 就会觉得说 主啊你在使用这个孩子 主啊你在预备这个孩子 所以 但是他去首尔以后 去见到那个老师 然后回来 他就给我打电话 声音很沮丧 他说 姐 我不要来教会了 我也不要去参加那个宣教韩国 因为我还不相信 当时虽然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会安慰 我说没关系 你不去没关系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选择 不做没有关系 上帝不逼迫你 但是 其实 我相信 就是我们 我们无论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心中会充满的期待 真的很期待地说 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认识了上帝 但是 他却告诉我 我说 我不要来教会了 其实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 以至于我其实会怀疑说 我还要不要继续去服事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当看到一个生命的流失的时候 每当看到你努力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结果的时候 就会很挫折 但是这个时候 我就回到中心 和他聊了很多 后来他就走了 然后回到中心以后 第二天早晨 我要回学校 一般我们在学校里面 都会每天早晨要临修 要打开神的话语 来阅读神的话语 那天早晨 我记得 我就在那个地铁站旁边的 那个快餐店里面坐着 然后就打开我该读的那一篇话语 就是今天刚才牧师带着大家 一起读的那一段经文 然后再读到说 以利亚的祷告的时候 真的看到说 18章37节说 耶和华求你应用我 应用我 使这名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叫这名 心悔转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是啊 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可能和他的分享 没有一个能够真真实实的 切实的可以说是 我做了什么 他回转 而是耶和华 求你应用我 除了祷告 没有任何 除了神 没有任何 可以让一个人的心 回转 所以 这样的安慰 我也希望说在今天 和大家一起来 借着今天的经文 来分享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也看到 在我们去 永远 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天的晚上 这个孩子 他受洗了 对于我们全 对于我们全 我们教会来讲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 很大的激励 因为 因为 当我们带一个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 回转 来到父的面前 来承认 来接受 主的那一刻 主啊 这样的一个生命 是多么的宝贵 所以 真希望说 今天的分享 带个我的鼓励 也能带给你们 所以 我们一起 来 再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一起分享的 这个经文 是 猎王纪上 猎王纪 记录的是 大卫岛儿子 所罗门以后 分裂了 以色列国 以色列王国 因着 犯罪的缘故 因着 所罗门王朝 当时 就在 后期的时候 就已经 有很多的 因着 要和周围的国家 建立好的关系 然后呢 他 甚至 要和周围的国家 联姻 取了 取了 那个 那个拜偶像国家的人们的 女儿为妻 并且 到后期的时候 他的王朝里头 已经有 非常多的 兵妃 以至于 上帝 上帝 在所罗门王朝以后 就将 以色列国 分裂 分裂为 北以色列 和南犹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发生在 北以色列 北以色列是由 耶罗波安 可能在和大家说这些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这些人的名字 好像我都不太了解 但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下去去阅读这些经文 耶罗波安 他为了 他在北以色列地区 然后建立了他的 建立了这个北以色列以后 他为了阻止百姓们 阻止百姓们回到 回到 耶路撒冷 去崇拜 他为了阻止他们回去崇拜 所以他在 撒罕利亚地区 他在撒罕利亚地区 重新建了一坛 重新建了偶像 然后让百姓去到那里去敬拜 去 而不是去敬拜耶路华 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说 北以色列王记就在记录 记录说 分裂以后的北以色列的王朝的跟跌状况 和南游大王朝的跟跌状况 以至于在这个里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看到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说 北以色列 可能这个王 他统治 可能几年 可能几十年 然后因为他犯罪的缘故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常常会读到说 他行 他腹 一样的贺 甚至比他腹 更坏的 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王 他叫亚伐 亚伐应该算是 在整个北以色列当中 非常非常快的移民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的经文 我们打开到时 就是《猎王记》上 《猎王记》上十七 十七章的时候 十七章里面有提到说 亚哈做了什么事情 他 他 我们去读经文的时候知道说 耶喜 是 非常坏坏的一个妇人 并且 侍奉巴黎 做亚瑟拉 甚至一度被毁的 耶利哥城 也在重新建造 耶利哥城什么时候被毁了 耶利哥 甚至在 是在 以色列百姓进入 殷取之地的时候 要 攻破的一个城 当时 以色列的百姓 绕着那个城 走了七周 按照耶和华的指导 绕着那个城 走了七周 最终神将那个城 攻下来 然而现在 亚哈王在做什么 他在重新修建耶利哥城 他反映出来 做神百姓的属灵光景 被外界诱惑 拜了笑 罪和污秽 在里面 在神的百姓里面发动 我记得 最近去参加的 一些学习 就会讲到 讲到这样一个话题是 哪里没有敬拜 哪里就需要宣教 那 像现在的这个 亚哈王朝来说 他们还有敬拜呢 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 我的里面 我的里面还有敬拜吗 我的家中还有敬拜吗 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敬拜吗 哪里没有敬拜 哪里就需要宣教 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下 面对这样子的光景 神 神做了什么 当时 拜会到一种境地 是 没有 以利亚 他冲神说 除了我一个人以外 哪里还有人 在敬拜你 神告诉他说 我为你 我预留了一些 他们在那里 没有向巴黎 知悉 你们往前去读经文的时候 都会读到 而且在这里 以利亚甚至 去告诉亚哈王 亚哈王 要 有 将会有大的灾害 以至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 我们就会读到说 在这里 为耶和华的名 住了一座台 住台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 就可以读到 从哪里开始住台 红水面试过后 挪亚一将 从洪水里面出来 从这个大灾难出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 挪亚住了台 住台是干什么 敬拜上帝 住台是干什么 是敬拜上帝 然后我们还看到 在哪里有住台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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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将 出 乌尔 搬出 他们最多的城市 然后 亚伯拉罕 做的事情是什么 住了一座台 在经济上帝 我们也看到说 以利亚 第一件事情 将百姓招聚 奉主耶和华的名 为主耶和华的名 住了一座台 所以从整个旧院来看 我们都会看到说 挪亚在住台 亚伯拉罕 祝坛 以色列 祝坛 雅各 祝坛 摩西 祝坛 为耶和华 住一座台 呼求 呼求谁的名 耶和华的名 你们 不 确切或是来问问我 我忙吗 我累吗 我有多长时间 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我有多长时间 因为工作 因为忙碌 因为心情 因为很多的事情 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哈利路要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 每个礼拜天 我们都是奉着主耶和华 基督的名 聚聚在这里 来敬拜 来赞美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奉主耶和华 基督的名 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 就宣告了 一种关系的恢复 我们知道说 创世纪四章二十六集 亚伯被杀害以后 神赐给亚当和夏娃 赛特 直到赛特生了 儿子以罗氏 人们才开始呼求 耶和华的名 这个过程好长啊 从始祖亚当夏娃 犯罪 直到他的孙子 才开始 求告耶和华 因为看到说 犯罪远离神的 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常常会想到 我自己的小时候 我犯罪 我犯错误 我会躲避 我父母的面 生怕被打 被发现 变本加厉用谎言 来掩盖 其实当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 当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 还认罪的时候 他就已经饶恕了 同样我们也要面对的是 犯了错误 我们要承担 臭的后果 但是我们不用再冲藏 同样像在这里的 以色列百姓也一样 因为犯罪 拜偶像的缘故 远离神 遭受干旱的饥荒 当百姓聚集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的名 同神恢复关系的时候 在那里荣耀主的名的地方 既然主的名的地方 主必在他们中间 四下祝福 然后我们就看到说 住了一座台 第二件事情做了什么 献上了番祭 从立位记第一章 我们就知道说 番祭是一个恢复的祭 立位记第一章四节 立位记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是如此的完全的献上 是完全的献上 并且是用作火祭 毫无保留 而且我们从立位记当中 可以读到说 耶和华闻到那心香的气味 是一种毁罪和依靠的告白 表现出以色列百姓 在希望神恢复那一种关系 并且是按照祭司礼仪 献上祭幕 向神认罪悔改 并将主权交包给神的一种告白 那现在谁是那个完全的基督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当祷告结束的时候 会用到这样一个词是 帮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今天的经文 我们会看到 以利亚 那女百姓 祝了一座坛 也将祭物摆上了 同时 耶稣基督叫他们干什么 往那个基督上面撒水 比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一样 好像觉得说 主啊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我已经该摆上的 该奉上的 我甚至把我完全都已经奉上了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但是好像还是这么多的困难 然而或者是因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成就 成就 那要的话不是什么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好像都是我们在做 我们自己觉得说 因为我做好了所以成功 所以成就 然而以撒亚书一章十一节说 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合意呢 公连羊的关系和肥处的 自由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 羊羔的血 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要喜酌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解救 受欺压的 给孤儿生猿为管不便躯 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孝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言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该心听从 必知地上的美目 若不听从 反倒背地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神的心意到底是谁 好像我们努力了很多 我们白胜了很多 突然有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 就是最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就是提这样的问题在问我 你真的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吗 你真的是在为神的名吗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为荣耀主的名吗 马可福音十二章 我告诉他你要往上面浇水 就是这个挑战其实挺大的 因为从机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 摆好记录河 河木材 然后呢往上浇水 那个地方它让我挖了一个 挖了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槽 那个水那个槽的容量大概是多少 它装满以后 就是说浇上水 装满以后大概是一万四千毫升水 一万四千毫升 换算成今天的矿泉水瓶子的话 大概是二十八平 小的时候常常会去烧火 到山上去烧火 那捡了一些干柴 如果有很多的柴 上面有水都点不着 还记得上一次 青春就是有一个小组他们活动 他们点煤要为了烧东西 光发火就用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 夜晚说你要往上面浇水 浇一次浇两次浇三次 以至于那个水槽都已经满了 干柴都不容易着 还要浇这么多的水 我在想当时的以利亚 在浇这些水的时候可能也挺无奈的 然而这一切不是以利亚做是神要做她的工作 所以以利亚要做的是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神说你要这样预备 神说你要这样预备 那你就去按照这样的引导 你去预备 预备好了 让神来做她的工作 就像我们这一周 我们这一个月所说的一样 要仰望 仰望点花 变成这样的情况 以利亚能做什么 她自己没有办法点到这个货 她能做什么 呼求 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 求你易云末 求你易云末 让这百姓知道你是神 使这您的心回转 其实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有对比的 你们读前面的经文就能看到说 前面是拜巴黎的那许许多多的假的先知 他们为了让他的神做神迹 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 用刀去割伤自己的身体 用很多的方式在威胁他们的神 你要来做这件事情 然而没有成就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说 以利亚要让已经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都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 要看到谁才是真正的神 所以他能做什么 求告别 让这百姓知道你是神 会让让神在这百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 同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状况 谁是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 最终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烧干了一切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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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干了宫里的水 烧尽班机 木材 石头 和尘土 谁在做 这么不容易点着的 这些班机 当我们完全的摆上的时候 哪怕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 奉主耶稣就得了你 为荣耀主的你 我们在行 在做的时候 神 就会在这其中 得着 他所当作的荣耀 我们的期待很多 然而 要把这些期待 带到神的面前 主啊 这是你的心意吗 百姓看到这样的事 百姓看到这样 耶和华从天降下大火 烧干这一切的时候 百姓的反应是什么 福福在地 耶和华你是神 耶和华你是神 还记得 一般偶像的百姓 当他们亲自经历了神 的作为的时候 他们服服在神的面前 大声地呼叫说 耶和华你是神 耶和华你是神 这个时候 以利亚告诉百姓说 抓住那许多 行邪术的 巴力和先知 众人便起来 抓住他们 并且将他们 从身边除尽 不容一人逃脱呢 当我们因为犯罪 远离神的时候 神一直都在等候我们 并愿意 一次一次地 来寻找我们 给我们机会 来到他的面前 不会因为 我们犯罪的缘故 而离弃我们 我们摆上了一切 付出 若都是为了神的名 为神的荣耀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奉主的名呼求的时候 毁罪 愿意将主权 交通给神的时候 神已经悦纳了 我们的一切 并且 必定会亲自 成就自己的旨意 纵使面前 面对的是我们 自己看来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不可领域的状况 然而神是完全的 祂是使水 变为酒的神 主耶和华 祂能够使 我们能够从经文章中 能够说 祂是水变为酒的神 祂是使瞎眼和看见 使瘸腿得以行走 将一切不可能 变为可能的神 西方亚书 一章七节说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 静默无声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耶和华已经预备的祭物 将他的课分别为圣 耶和华预备的这个祭物是谁 是什么 就像我们一直在讲到的 旧约一直在预表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看到的 以利亚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当我在思想 在反思的时候 是啊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然而 那一位是完全的 耶稣是完全的 耶稣是完全反上的 无罪的高谣 借着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成为了圣经 所以 才会读到西方亚书一章七节说 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 所以现在的我们不用 不用再抓很多的牛 抓很多的羊 然后带到那个祭坛 因为现在我们 生活 我们的家庭 我们自己 就是那个祭坛 主要 所以 已经预备 耶和华已经预备了 那个祭物 就是在两千多年以前 被定死在十架上的 耶稣基督 所以在罗马书 十二章一节 保罗这样子 劝保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查验 何为神的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就像牧师分享的一样 如今 活着 不再是我 在我的里面活着 乃是耶稣基督 在我的里面活着 虽然就有这样一个感动说 当我们仰望 依靠耶路华 我们一定能经历他的大门 也让我们 自己 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一起来 重修 那魂魂的祭坛 就像今天 以敌的一样 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一样 我们 是在重修 那魂魂的祭坛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哪里没有 哪里没有 敬拜 就让我们 每一个人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常常的提醒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常常提醒过我们 我们能做的 是将我们自己 放在那里 主啊 我在这里 请你使用我 就像 以利亚 就像 以赛亚先知 他当时说 我 这个罪人 我住在 最不洁净的人们当中 我的嘴时常犯罪 我有什么 资格可理 但是 神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如果 我们看了自己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不行 好像也很多的不适 很多的不义 但是神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只要当你说 我可以拆遣我 去读以赛 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 这样一个恩典 就是神不看 你有多么的不逼 可能你所在的 那个环境 也特别的 好像 让你 没有办法 特别的困难 是说 相信我 靠着我 我会 因为你的晚上 成就 我当时的荣耀 也会成就 在你身上 美好的计划和旨意 所以 我们 会看到 有这样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 威廉克林 是这一次 去学习PSP的时候 了解到的 这样一个人物 他 曾经 在英国 不过只是一个 修邪的 或者是 坐邪的 一个小人物 但是他说 这样一句话 就是 向神求那事 为神成那事 当时他和 当时他对 他对 英国 他对英国的那些 大牧者 教会里面的领导人 他说 我们应该走出去 我们要去宣教 我们要去到 这个地方 将神的 为代表那个地方 那些人 看着这个 渺小的威廉克林 他说年轻人你坐下来 年轻人你坐下来 神要做的事情 神会去做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经文是 神跟 以利亚说 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 那个大事 我定会成就 所以 为代表 他当时 去了印度 离开他的 离开英国 舒适的生活 去了印度 在印度 我们想想 一个修学的人 一个做学的人 他一个重来生活 在英国语言 环境的一个人 应该和我们 差别 但是 神使用这样一个小人物 万一 多 将 圣经 翻译成 印度 多个语言 版本 所以 这样 今天的经文 带给我的 我经历就是 是啊 神说 你去做 神说 你绑上 剩下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如果是为了 我没那个缘故 我定会成就 所以 感谢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起在这里 来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 来赞美神的时候 也愿意 真的当我们走出去 在那没有敬拜的地方 在那没有敬拜的地方 去宣教 你说 我又不能去 比如说 我们去缅甸 可能我家里 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我有很多事情 我做不了 其实 只想想我自己 我家都需要被宣教 只是想想我自己 就在这里 都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宣教 所以 感谢主 接着这样的话 也希望 学书 鼓励大家 当我们挺肥 当我们鼓励 当我们软弱 我们一起 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 神 应会 成就 他自己的大师 因为 唯有耶稣 我们一起 来唱 这一首赞美 可能 大家 我不知道会不会唱 或不会我们一起 来读也 没关系 唯有耶稣 耶稣 你能使 瞎眼 太见 耶稣 你能 一日 伤心人 耶稣 你有全力 释放 就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唤天地 万有 唯有耶稣 冷池水 变成酒 找风浪 云上 黄风 巨浪 平息 大能 朔点 行神祭 耶稣 无人 与你 相比 我们一起 低头冰 做些简单的祷告 再天父主 祝父 爸爸 谢谢你 是啊 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困难 和困境的时候 主啊 祢求你 让我们 从你得到确信 你 在一切的世上 掌持 阿爸父 求助你 也教他呀 真的是 传扬 求你自己 灵的 负担 放在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 阿爸父 主啊 我们相信 当你在这里 用你的话语 交换了我们的时候 主啊 你已经在预备我们 成为那个 在没有敬拜的地方 就宣教在你的儿女 阿爸父 祝你纪念 和祝福 我们在这里 为主你摆上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要当我们 在你的面前聚集 当我们在你面前 来敬拜的时候 你就已经 从这里得着了 你所当得的荣耀 阿爸 也恳求你 将这样子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时常的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自己 来寻求你 阿爸 谢谢你的话语 求助你 借着这样子的话语 来威嚷 来一个 你所爱的孩子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用掌声来感谢 我对方便进入问候好了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要仰望耶和华 没有耶和华能做大事 没有耶和华能做大事 在神里没有难成事 阿们 非常感谢我们的教教教教师 美好的分享 通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一个生死的决斗 对吧 这些信 信神的人 不信神的人 他们的决斗就是把这些 木柴 石头 和这个祭坛 看谁 到底能把这个 这个柴头烧掉 结果我们的神张 显得真的大 希望我们在神力当中 每天 能够通过我们的信心 看见神在我们当中 行着神迹起事 阿们 好 我们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边奉献 边进行赞美 唱一切现场歌 我们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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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其他的将军 一首奉献的赞美 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唱一首奉献的赞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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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向你告白 没有英雄法你是真神 我们依靠你 我们跟随你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身上 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着大门 让所有人看见的能力 就回转到你面前 承认你是天上地下 唯一的真神 主要今天 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奉献的 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求你凭着他们的感动 祝福他们 让他们在神里面 能够得到神来自天上 三十倍六十倍百倍的祝福 主我们真的爱你 把所有的朋友都会给你 以下的祷告 是我们耶稣的灵求 阿们 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谢 自己的祈福好 看起来今天有些